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便庆祝现年28岁的左投手洛登 Carlos Roden 于4月15日晚间在主场 前8点一局演出完全比赛Complete Game 可惜因为一次出身球 保送对方打者不受赔瑞兹Roberto Perez而破功 他在NY使用114球投完9局 抵造生涯首场无安打比赛 白袜队中场在718名现场见证之下 是以8比0玩风杀到GY印第安人队 白袜队说明 发行限量版的指示纪念性球票的目的 是希望把球场力使性的一刻 由球迷具体的带回家中留在生活中 球票的设计 因此偏重技术 洛登当晚投出7次三阵 一人从头到为主战9局首途有功 以及和队友庆祝的画面 这些纪念球票 每张球票售价27元附加手续费 洛登身高63寸 目前三次先发都拿到胜头 是北卡罗内州立大学校友 2015年4月21日首次在大联盟亮相 7年以来刚好累积出赛100次 其中95场先发 战绩32胜33败 只有过一次完全比赛 15日的比赛 使他生涯第二次碗头 也就是一场无安打比赛 洛登在本球积累积登板主投19局 三阵对手24次 仅被击出5只安打丢失2分 防御率为0.47 他也是大联盟美国联会历史上 第一位投手在开季后前两次先发登板 不仅连续取得胜头成绩 而且每场都成功压制对方打击力 造成对方全场最多只击出二只安打 此外 洛登曾经在2019年5月15日 接受韧带致患手术 Tommy John's Surgery 当时预定一年之后复出 他其实在2020球季 出战四次先发两次 都承担失败责任 他能够在接受大手术两年之内登板 完全比赛和玩风对手 这也是大联盟的记录 大联盟最近一次出现完全比赛 始于2012年8月16日 在西雅图主场 由来自委内瑞拉 在水手队当家的又投手 国王贺南的字 King Philipsman 以9局113球数投出12次三阵 独立以1比0秦福坦帕湾光芒队 拿到个人单计11胜 以及大联盟始业中第23次完全比赛 芝加哥白瓦队 其实对于完全比赛并不陌生 在2005年纪后赛 该队先后击败波士顿红瓦队 安娜罕天使队和休士顿太空人队 终于夺得年总冠军 当年10月12日到16日之间 曾经有左投手伯利 Mark Beulow 右投手加兰德 张嘎恩 委内瑞拉吉 右投手贾西亚 Freddy Garcin 右投手 Kontor Asso Zekindra 地写连续次次完全比赛记录 将记录以白纸黑字记载 把激情急注装表定格 白瓦队 做得对 彭广阳 2021年4月23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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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